每周三 周四在潮州青年学院登场的 就业资金管理规划等相关课程都常常爆满 丙东青年学院潮州教室从4月事办至今成效良好 让青年朋友可以掌握创业该有的知识与理念 也能了解目前的成业情况 每个月都会有6堂课 然后就是基本上的话就会办在周三周四 很多青年在做创业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该有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初期的一些资金的管理 甚至都不是那么的清楚 然后透过这堂课的话 他们如果有比较完备的规划 跟资金的管理 初期创业资金的管理的话 也方便他们后续如果要申请做 青创贷款的话也会比较的便利 在凭县府与潮州政工所合作眉合下 潮州日式无化园区设点的 青年学院成效极佳 除了许多青年回流投入多样化课程 也实际运用在潮州青创世纪等项目 未来也预计返乡开创事业 期盼能成功聚集平中区的青年力量 潮州是我们屏东县第二大的城镇 也希望能够把青年的力量 在地的力量聚集起来 让他们更专业 让他们更给力 让带动自己乡镇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然后除了屏东青年学院潮州教室 青年旧创业辅导中心潮州咨询阵 也共同设置在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内 除了固定课程每周二至周五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均有专人进驻 协助青年创业资许 转介等相关服务 请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不停张志豪 彩虹报导